什么是科室烫化?热转印的胶膜应用有哪些?带您一起来了解。因应客制化产业,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,各类商品少量多样的印刷需求逐渐提升,印刷技术也不断推陈出新,因应目前的市场需求,一生将带您了解目前非常流行的科室烫化。 科室烫化示范指一种先印刷在梨形纸上,在进行转印的一种印刷技术,可以透过DTF、网板、数位印刷机等方式进行印制。 因科室烫化的印刷效果好比照片一样鲜艳、细致,就像直接将照片或画作烫在织品上。 有人以科达为概念将其命名为科室烫化。科室烫化通过四色CMYK叠印而成,故色彩效果可以达到照片效果。 细节处理细腻且复杂图形都可一次到位,被视为传统纺织印刷的再进化。除了在色彩表现上相当出色外,科室烫化还可应用在多种耐高温布料材质上。 例如袜子、帆布鞋、帽子、T-shirt、帆布袋等商品。科室烫化机、DTF直噴胶片印表机,便宜的价格以及简单的操作流程可帮助许多公司型号。 小型工作室进行商品的印制。科室烫化有专用的打印墨水,配合细致优质的热绒胶粉,即可转印出耐洗、耐拉伸且色劳度佳的成品。 只要避免高温烘烤即可长久维持图案的鲜艳色彩及完整性。 热转印胶膜大不同。 两种热转印膜用途告诉你。 科室烫化的转印技术,需配合使用热转印离形胶膜。 热转印离形胶膜是将西胶离形剂涂于材质如PET、OPP、PE薄膜的表面上, 让它对于各种不同的有机感压胶可以表现稳定的离形力。 科室烫化即是透过热转印离形胶膜搭配热绒胶粉进行转印。 透过热绒胶粉与墨水的沾附进行转印范围定位,让转印更有效率。 热转印鸽子膜一般搭配鸽子机使用。 透过鸽子机将需要转印的图形割下来。 在经由热转印机加温加压转印到成印物上。 与科室烫化的技术相比,较无法呈现丰富多彩的精致图形。 常应用于球衣、文字、T-shirt的转印。 看完本篇关于科室烫化的文章,相信您也对这项新技术有更多了解。 DTF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,不仅提供直喷、热转印、热升滑等印刷设备。 多年的经验更完成了众多克制化产品的印制,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